物业 教室生命过手 这样子你点的过程中 我这个素感 我觉得不漂亮的素感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点子 我再点下来 我觉得这一点不漂亮 我把它挡住 但有时候还可以 在画的过程中 你觉得说 我觉得如果这一支 开始指到这里 我觉得这样子画下 它就是一个平的 很挑看 我就把它画上来一点 好 再晒下来一点 这样子它就有变化了 也是 等它稍微干一点以后 我们把这下面这些 把它称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过来 再画这个房子后面的话 这个素来要小一点了 这边还要利用这个素 它的浓度 你看把这个房子称出来 这个转角处很关键的 其实我这个素画的都比较浓 你看这一块就把它称得很亮了 这边还没开始 现在可以开始了 先画这么一笔 让足够把它须上去 须上去以后 表情这里还是亮的 这个不要太亮了 这个素材其实无所谓 你刻的这个素材 让它模糊都可以的 好 这里我用弹幕 足够把它过渡上去 只要这些地方 你看一旦全部没了 这个素食就很明显了 包括这里 你看我把它也是 稍微过渡一下 现在这两棵素就很亮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棵素 这两棵素画了以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你看这个模糊比较淡了 我调点淡漠 远处的这个素 我们再画一点 这里素都是这样子 往上涨的 我这个地方 就准备来靠 有点像什么 倒挂树一样的 比较说 现在靠近远一点了 这个树叶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像开始那样点了 我这个写画浮现一样的 只要把松树的这种形状 表现出来 好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 把墨把它调得比较淡一点以后 我就画点后面的松树 也是可以加一点三绿色 这个就比较淡了 比如说 防止后面 防止后面这里 你可以加一点 增加一点它的层次 这个可以调得更淡一点 这个可以调得更淡一点 远处的树其实比较简单的 这个是不真实 söz 还有很多 再把它 enrollment 再把它冼过去 那么 我们可以放在全部 晾成的 分数 对